爱都美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刚才我听到主持人激动地介绍我 我已经提前升级了 我的内心更激动呀 我知道还有台阶还要走 我是星光大师 领袖俱乐部成员 薛丽琛 非常开心 爱都美加拿大公司 给我这个机会 来分享我在爱都美成功的故事 我今天看到我们的会场 里外都是爆满 我真的好兴奋 也好紧张 好有压力 谢谢你们的掌声 我觉得我在分享之前 我还需要再来一袋这个 帮我 帮我缓解一下压力 刚才大家听到很多的分享 这一款有很多的功效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缓解压力的功效 这是我今天的第三代了 我晚上睡觉前我还有两代要喝 我喝完以后 我觉得我现在的能量 更大了 我可以一口气给你们分享到明天早晨 开玩笑 你们不要吓跑了 公司只给我了三十分钟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在2009年 移民加拿大 在登陆之前呢 我们全家在网上搜索 加拿大哪个城市最美 当然是温哥华 很多人都说 温哥华 好山好水 好寂寞 那我想 说这话的朋友 一定是还没有遇上爱多美 当我们遇上爱多美 我们就是好山好水 好充施 在移民之前 我在国旗上过班 我在 自己创过业 移民到加拿大 十年 我做了十年的家庭主妇 主妇是煮饭的主 做了十年 我还 成了一名小小的菜龙 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 我在自己家后院 种的有机的蔬菜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一个菜龙 怎么会遇上爱多美 要感谢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 我的先生 大家都有认识 他是谁吧 那也有人 肯定不认识 他原本 白白愣嫩 移民到加拿大 十年 因为住户外 因为住户外工作 变成了黑黑大叔 满年太阳班 好在遇上爱多美 又把他拯救回来了 我记得第一次我先生 跟我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他说 老婆呀 有个叫爱多美的 免费注册会员 产品 便宜又好用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去分享 大家知道我怎么回他的吗 我说 便宜 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我对便宜的产品不感兴趣 后来的几天呢 我就看他 天天下了班 就在电视机前 看着董事长的视频 我相信刚才有伙伴 看到我们董事长的视频 你们内心是不是激动呀 你知道我先生激动呀 天天激动的 然后终于有谷布 就又跟我说 兴奋地对我说 老婆呀 我觉得爱多美 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我们绝对不要错过 知道我又怎么回他吗 我不许地朝他看到一眼 免费注册会员 卖牙膏牙刷 还能赚钱 还能赚大钱 我们以前曾经注册过 花过几百块注册会员 甚至几千块注册会员 也没看赚过钱回来 他看我如此的反对 就尝试说要不你试试咱们 爱多美的产品 听说他的护物品非常的棒 可以让你变得更年轻漂亮 我哈哈大笑 我说一个大老爷们 你洗没洗脸 平时洗得干净不干净 我想没有人 比我对他更了解了 所以我没有去试我们的护物品 但是在我先生的坚持下 我还是呢 上网帮他订了 他想要体验的牙膏牙刷 因为要免邮费嘛 我就顺便订了洗衣 洗碗衣 家用的东西回来 大概四五天 加拿大邮酒就给我免费送到家了 我出于好奇心 就打开了我们的洗衣 家庭主妇嘛 天天要洗衣服 因为我有手洗衣服的习惯 就是那一款洗衣 吸引了我对爱多美的注意 我发现 我用了原来也是A家 某品牌的产品 我用了二十多年 我是他忠实的粉丝 我用爱多美的产品洗衣 跟他做了一个对比 对比完之后 大家知道怎么样 我又把所有 我买的几样产品 全部打开试了一遍 当晚试完以后 当天晚上我做了XR表格 大家肯定很好笑 一个家庭主妇用个产品 还做个表格 我就是那样一个人 我对爱多美产品 有了惊喜了 但是呢 我又不想让那个人知道 我就悄悄地 在加拿大的网站上 又一箱一箱地订产品回来 每地一箱回来 我就一样一样地试 大家知道试到结果是怎么样 试一样 爱一样 试一样 我惊喜一样 我当时我就觉得 怎么这么奇怪 产品价格真的比我原来 优惠了很多 为什么品质用的 更感觉更好 我从原来每天只要用几款 到后来 我现在可以一天用上 一两百款的产品 我妥妥地成了爱多美的铁粉 那我在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 是在鼓起做财务工作 每天八个小时的上班 可以说是 一眼可以看见退休的那种 因为你拿着是稳定的 有限的工资 尽管如此 我还是很努力地上班 我憧憬着我未来 但是直到有一天 我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正在上班的我 我接到我爸爸的电话 他说 女儿 你 妈妈病了 住院了 我放下电话 我就赶到医院 一向很健康的 我的妈妈 突然 就欧床不起 失去了行动力 她在ICU 抢救病房 一待就待了59天 整个 花光了我家全部的秩序 最后连亲戚朋友 能借的都借了 我看到我的爸爸 真的是一意地摆了头发 我白天去上班 我晚上去医院去陪护 我常常陪到凌晨三四点 然后回家洗漱 第二天继续上班 那一段时间 每当我 离开病房 走在那个住院部 长长的走廊 灰暗的灯光 我只能听到 我自己的脚铺声 我是那么的无助 我是那么的心痛 我不知道 我自己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用我自己 年轻的肩膀 去帮我家庭 去分担经济状况 其实那个时候 我也就刚刚二十出头 也刚刚开始上班 我对未来 美好的憧憬 全部变成了灰色 在我的内心 我深深地感受到 打工是没有出路的 在1997年 我开始 与当时的男朋友 也是现在的老公 我们一起创业 我们创办了当地 最早的一家 培训教育机构 通过十多年的打拼 我们起早贪黑 日益无休 生意发展小有规模 我们当然也赚到了 我们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是作为传统的老板 那个压力 我相信只有老板知道 我想在座的各位 你们一定有很多人 做过老板吧 老板每天 面对各种的成本 每天睁开眼睛 你要面对房租 水电 员工的福利 工资 人际关系 你的应酬 你的所有的一切 都要老板来面对 有时候 我就在想 作为老板 你就像一个火车一样 停不下来 你在不停地 面对各种压力 虽然作为传统老板 你所赚的收入 比你打工 要多了好多倍 但是 你根本没有时间 去照顾孩子 去陪伴家庭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有钱了 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2009年 在我先生的监狱下 带你一下 我们 带着八岁的儿子 放下一切 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人见天堂 温哥华 刚开始的几年 我们 想通过遥控 来管理国内的生意 每天傍晚 到凌晨的三四点 是我跟国内保持密切 沟通的时间 我白天睡觉 晚上工作 每天过着 倒时差的生活 我是如此的 努力 如此的辛苦 甚至连周末都不能带孩子 享受我们温哥华 这么好山好水的环境 尽管这样 生意 也只能是 勉强维持 这就是传统生意的弊端 15年的生意 苦心经营 我根本带不过来 最后无赖 我们只有 卖掉生意 当我卖掉生意以后 我先生 做庭院 户外工程 一个人养全家 我做起了 全家妈妈 我照顾两个孩子 开始操心 柴米油盐 我孩子们上学的时间呢 我去读了个成人高中 闲暇的时间呢 我就种起了 学起种菜种花 我活跃在大温 所有的种菜种花群里 大家也给了我一个小称号 叫种菜小人手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我种了很多的水果蔬菜 我师父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但是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我越来越 感觉到 疏漏感 我开始有焦虑 我觉得我还可以做点什么 一来呢 我是想帮着家里分担一点经济 我不想看到我的老公天地在工地从早到晚的跑 真的是变成了黑黑大叔 我有时候都焦虑 哪一天 如果我老公 干不动了 我们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怎么办 二来呢 我是觉得 我离开职场太久了 我原来在中国是一位职业女性 我工作的经验 累积的技能 好像一样也用不上 好像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就在想 也没有了方向 也没有了自己想要努力的那个目标 所以尽管老公把爱多美带给我的时候呢 我是那么的反对 但是呢 我通过几个月的时间 我慢慢地体验产品 在体验产品的时候 我发现 我慢慢地爱上了爱多美 比爱老公还要多 我发现 爱多美的公司 产品是我们刚需的 性价比是最高的 发现我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可以融为一体 我不用纠结 我出去上班 我不能照顾家庭 我不用纠结 我在家我不能工作 完全可以融在一起 我在网上搜索 在公司的网站上学习 我了解到公司的强大的系统可以帮到我 我通过网站的学习 我知道爱多美的奖金制度 可以让我实现我的人生的财务自由 我们都说系统可以帮助我们赚钱 但是那是有钱人的 富人的 富人可以他们自己创造系统 给他们赚钱 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没有能力去创造系统 我们只有去打工 好一点去创业 创业打工都没能改变我的命运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改变了我 让我通过在这儿 我发现了我的人生旅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2019年的四月份 我跟我先生合力同心 开始分享爱多美 也就是4月22号的第一次party 开始了我们爱多美真正的人生旅程 那么在同年呢 就是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就达成了所谓的自动销售大师 此处没有掌声吗 谢谢 谢谢大家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 什么是自动型销售大师 就意味着我每个月 至少有2000加币以上 稳定的被动收入 很多人说2000不多呀 不多 我通过三到四个月的努力 我实现了我可以拥有了 80到100万加币的一套公寓 每个月给我租金 大家觉得这样要不要 那么在八月份 同年的八月份 我就晋级了钻石大师 在第二年的时候 11月份 我就晋级了玫瑰大师 在2022年 也就是在三年 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就晋级了星光大师 同时进入了我们的全球领袖 俱乐部成员 让我一个家庭嘱咐 通过三年多 的一个裸力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后台 公司的网站上 显示我在后台 报税的报表 我的T4A的报表 我的第一年 一万多 大家想要吗 不吸引人的 不如去打工 打工可以挣得多一点 第二年 大家看到 那个时候正是 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被 在叫什么 不能出门在家 我觉得我比打工人 赶上打工人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开始越来越兴奋了 那大家再看一下 第三年 我在第三年的时候呢 我的收入已经过十万了 这个时候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来讲 已经满足了 因为 这个收入 可以帮助家庭分担 经济采矿 最关键 实现了自我 我变得更加自信 同时呢 我这一份收入呢 我还可以 未来传承给我的孩子 给我的孩子 留一份爱心 大家再 再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在第四年的时候 又开始 稳步增长 我知道 爱都美还有更大的空间 让我发展 刚才我们主持人就说 还有更多的俱乐部 等着我去进军 不管时间多长 我在爱都美 看到了我人生的未来 和人生的希望 大家 谢谢 大家觉得 觉得 因为家庭祖父 能在爱都美 有这样一份 持续不断增长的收入 值不值得 谢谢 谢谢 大家想不想知道 那我这三年多 我是怎么去分享的呢 好 谢谢 好 一句话 大量的学习 大量的行动 怎么学习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做的笔记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红色标注的部分 2019年6月11号 也就是我刚刚分享 爱都美的第二个月 我就有幸参加到 爱都美加拿大公司 举办的成功学院 因为我刚刚开始 我在爱都美 还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疑问 我相信现场 今天你们来的朋友 同样也跟我当时一样 爱都美真的可以赚到钱吗 真的可以改变我吗 一定会有 我是带着很多很多的疑问去的 那么那一天 我通过一场成功学院的学习 和老师们的交流 我做下了整整事业的笔记 也真是这事业的笔记 后来成为我爱都美 三年持续不断前进的一个宝典 因为通过学习 我明白了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首先 我在爱都美 我想达到一个什么 我要什么样的目标 通过学习 我知道 我在爱都美 我下的决心是对的 最大的一个核心是 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 自动消费 才能产生被动收入 被动消费 只能产生一时收入 大家可以细品这句话 我们都是想要管到被动收入 收入从哪里来 如果消费者都没有主动去消费 我们会有被动收入吗 如果今天 您的朋友邀请您来 您给个面子 买一个单 明天您不喜欢 您已不愿意再去消费了 还会有 我们的被动收入吗 谢谢我们的小安姐 这就是爱都美的核心 那么 通过 我知道这个核心之后呢 我跟我先生 我们从成功学院回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大量地寻找 爱都美的产品粉丝 大量地寻找爱都美的产品粉丝 哪里有大量的 见人就说 每一个呼吸的人 都是爱都美的产品粉丝潜力 那通过 我们的分享 我们知道 我们都想 在爱都美有自己的团队 首先我们要进行 培养我们的自动消费者 在自动消费者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事业团队 也就是说 组建我们消费型的事业团队 而不是紧紧去经营你的组织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最大的方法就是 自用加分享 刚才董事长的视频 已经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典范 董事长 能亲自体验 我们女人用的卫生精 那爱都美的产品这么多 每一样都是 我们每一家刚需的东西 我们要不要体验 好 那很多人会说 我自用 我能不能先去分享 我再自用 当然可以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每一位在爱都美成功的人 一定会告诉你 先自用再分享 为什么 我们自己要做产品的代言者 我们先改变自己 刚才 我们主持人 我们的 最欢迎时的皇家大师 包括我们的这个星光大师 Sindy老师 大家都有看到 他们的皮肤吧 包括我自己 我的老朋友都知道 谢谢 今天现场 有一些是我的老朋友 大家有看到 我的皮肤比以前更好了 我相信 我都一个50岁的人了 现在要靠脸吃饭 但是我很自信 靠脸吃饭 因为爱都美产品 给了我自信 让我有信心去 靠脸吃饭了 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的是 分享我们对产品的感动 和我们的见证 因为我们不是销售 我们是做产品 见证和感动的分享 因为我很讨厌 别人跟我推销产品 我也很讨厌 给别人推销产品 所以在我先生分享 爱都美之前 其实 分享爱都美 给我先生的那一位朋友 在一年前 因为我们是共同的朋友嘛 一年前 他就跟我说 陈姐呀 我最近分享了 在用的一个产品挺好的 要不要试试看 大家知道 我就是那么顽固 不像你们智慧 你们都会说 OK 试试 我是怎么样 我说对不起 我没兴趣 因为我觉得 他肯定要跟我推销产品 所以呢 我就本能呢 还没让他开口 我就拒绝回去了 所以我们在 都有这样的心理 我们爱都美的产品 不是用来推销的 是用来分享的 分享是分享 你的美好的体验的感受 分享你的生活的感受 大家可以看到 我家做home party 聚会怎么做的 这个是我们当时 做home party的一些照片 我分享 美食 来加拿大十年 什么没学会 天天在家煮饭嘛 那煮饭的本领 总的要比别人高一点吧 所以呢 一开始也不会分享产品 我先生擅长邀约 我脸皮薄 不太好一个邀约 但是我擅长煮饭 那我就是 他擅长邀约 朋友到我家来享受美食 我就邀请 有经验的上线老师 来帮我分享产品 那今天现场呢 也有已经是 玫瑰大师的 钻石大师的 销售大师的 你们有藏过我家的美食吗 我就是这样子 轻松的 把我们的爱多美产品 带入我们的生活 因为爱多美产品 它是生活化 融入我们的生活 我相信 没有朋友会拒绝的 这种健康 环保 帮他省钱 用上好产品 而且轻松的 融入我们的生活 交流 他会拒绝吗 他不会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累积到 越来越多的 产品爱用者 那我的团队就开始 消费粉丝越来越多了 多的 我没办法再加开 home party了 这个时候 我就在想 我需要 更多的 更大的地方 能帮助更多的朋友 认识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给力 他竟然说 你 如果真的是符合条件 你真的是在 愿意在爱多美 愿意去做贡献 你还可以申请开服务中心 就这样 我在Richmond 开了一家 皇家服务中心 来服务更多的爱多美的爱粉们 我在中心 还是做同样的工作 分享美食 分享我们怎么变得更美 变得更健康 其实在开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 我有非常大的一个纠结 老朋友都知道 我原来住得很远 但是我的服务中心 开在了Richmond 我每天要从高速来回奔波 我就意味着我要放弃 照顾家庭的时间 我三天没有睡觉 我在纠结我要开 还是不要开 但是爱多美 给我的吸引力 我没办法拒绝 我愿意舍弃放弃 暂时少照顾家庭的时间 我愿意去开一个服务中心 照顾更多的爱多美伙伴们 谢谢 所以在服务中心 我可以看到更多 也更新的朋友 他们在爱多美变得更年轻 更漂亮 那很多朋友会说 我家里不太擅长开Home Party 我立服务中心也很远 那我怎么做 我还给大家分享 在前期不方便的时候 特别是疫情的时候 我就用我的移动办公室 什么是移动办公室呢 今天大家都是腿跑来的 还是开车来的 开车的举个手 你们每个人都有移动办公室的 刚开始我开的是一个八座的大车 后来我老公 看我经常跑服务中心 给我换了个电车 在疫情的时候呢 在两年前 我们几个家庭 组织去露营 我们租了房子去露营 这个机会我也不放过 因为我们露营四五天 大家看到 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我最后您上车 我搬了几项爱多美的产品上车 我上次要干什么呢 不是卖产品 刚才我说的 我很讨厌卖东西的 我也讨厌别人给我 卖给我 我也讨厌卖给别人的 我是带过去分享的 我怎么分享呢 四五天 我们几个家庭在一起 完全沉浸时在一起 沉浸时在爱多美分享 我们用爱多美大帅哥来煮菜 用爱多美的土豆面调料 来做BBQ烧烤 我用我们的护护品 我们在房车里面 我们妈妈们一起做美容 打面膜 晚上出去白脸去吓人 几天下来 我们一起露营的几个家庭 现在都成了我爱多美中式的粉丝 就这样 我就重复这样 不断地分享分享 很多朋友会说 分享容易 但是我在爱多美 怎么就不能成功呢 我想 你只要学习了 你看懂爱多美了 你坚持分享了 剩下来就交给时间 时间就是你去坚持 怎么坚持呢 很多人会说 我每天也在坚持分享了 那我还想说 请问您专注了吗 我在爱多美 将近五年的时间 我每天睡觉爱多美 吃饭爱多美 梦里爱多美 我跟我女儿天天晚上睡觉前 祷告还是爱多美 因为在我的心里 爱多美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 我知道很多新朋友会问 我现在 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怎么分享爱多美呢 没有关系 我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主页和副页 我们凡当老师经常会说 人人需要 脚抬两只船 也就是要主页和副页 但是我们如果你真心看懂爱多美 你想在爱多美拥有一份自己 未来的收入 我们要以全责的心态 你不管在爱多美 你一天是八个小时 还是两个小时 哪怕你就是一个小时 你在这一段时间 你是不是全责爱多美 不是让你全责的时间 而是你全责的心态 如果你以全责的心态呢 你投入的时间多与少 会取决于你在爱多美成长的 成功的快与慢 但不管你是三年还是五年 哪怕是五年还是八年还是十年 但是我觉得都是我们 跟普通人拉开一个差距的 最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放下主页 我们要养活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作 来全责爱多美前期 但是呢 我们如果也全责的心态 你在爱多美 热积月累 你就会看到你不一样的人生 我在爱多美 三年多 让我对家庭做了贡献 我也看到我身边 很多很多的朋友 因我的影响 也因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他们也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他们也在爱多美拿到了 他们的一份被动收入 这是公司奖励给我全家的 星光之旅 九天八夜 就在去年的夏天 这个时候 八月份 我记得我在朋友圈 大家可能有看到 我post的这样 两张照片 我说同一个地方 同样的人 不同的心情 我跟我儿子 在六年前 在同样的角度 照了一张相 因为在六年前 我的家庭 我们坐了同样的航线游来 也是九天八夜 当时我记得 我是花了 好几千加币 去参加这个行程 同时呢 因为我们去旅游 我先生的工作 生意 就不能干了 大家都知道 传统的工作 还是生意 干一天 有一天 不干就没有 所以呢 在这个九天的时间呢 我先生的生意 又损失了好几千 那么这样一算 我们这一趟 我玩是玩得开心了 但是钱也花了很多 但是在去年 就不一样了 我们全家 是由公司奖励的 整个行程 玩的规格 比六年前 更好 我们玩得更开心 最大的是 当我回到家 我看到我的爱都美 账户钱进来了 我跟我儿子说 你看 有一份 管道收入 有多幸福 这个是公司 奖励我去台湾之行 大家知道 我是第一次去台湾 大家知道 台湾的美食 有多好吃吗 公司早晨招待我们 自助餐 五星的自助餐 中午和晚上呢 去不同特色的餐厅 吃到我们抱着肚子出来 我们哀求人家说 不要再上菜了 我们已经好多好多 吃不完了 那我看到我们前排的 师弟老师 只点头 因为我们是同行的 我还参加了台湾的万人工艺路跑 这个是我在 两年前 其实那时候疫情刚刚恢复 我们公司呢 奖励我们去韩国之旅 我们参观了我们非常强大的 科马公司 也振振了我们 第十三位中王大师 最闪亮的时刻 我还与我们敬爱的董事长合影 我觉得好幸福呀 这是我先生 我和我先生 我们接受晋级表彰 在多伦多 在温哥华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 我们发现 爱多美 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改变 最关键 还让我们对未来 有更大的憧憬 我知道 爱多美的产品 公司 前景 都可以让我们看得见 也让我们 摸得着 我相信 各位伙伴们 通过今天的了解 你们已经能感受一点 我作为一名家庭主妇 见证在爱多美 可以逆转人生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一定也可以 我们有爱多美强大的系统 爱多美把一切 难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都做好了 只需要我们 你来入席就可以了 我常常会说 爱多美 好比一个保险箱 钱已经准备好了 密码也给你了 就等着你去怎么打开 你要不要打开 好 谢谢各位 谢谢你们的庭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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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